徐先生家在萧山玉金香岸小区二状六楼,目前卫生间的吊顶打开着,墙面也有几处被敲开。 他给记者看了正月初四拍摄的照片,洗漱池里,地面上全是下水道里喷出来的污水,拆下的管道,敲下的砖块扔了一地。 徐先生说,当天物业的工作人员联系他,说楼上住户家里渗水了,他们在处理的过程中把弹簧条卡在管道里了,希望徐先生能配合处理一下。 徐先生说,取出弹簧条后,物业的工作人员又要求敲开墙面查看一下主管道,因为他们怀疑真正的堵点在这个位置,他也答应了。 敲墙,敲墙之后,把这个也是的房门打开之后,这个因为压力更大了,因为什么呢? 整个二十多层的凤随的那个管子都堵在这个地方,凤随一滚脑一开,整个就往外喷,洗脸是一份这里,这里一份,这里全都是喷的。 最后,物业的工作人员从主管道里找到这么一个石块,说这就是堵塞的原因,但石块是怎么来的,物业也说不清楚。 记者联系到七楼的业主蒋女士,她说,春节期间,一家人都回老家过年,年初四回到家里,水早已漫到了客厅卧室。 清洗,我不能每天面对到这里,我面对着粪钢去,等于说是刷牙洗脸,去泡个浴,在粪钢里泡浴嘛,这种感觉嘛,是给人感觉就不好了,是不是? 我配合你的工作,我过来之后,我导致这个结局。 绿城物业玉金香案服务中心的张经理介绍,因为高层建筑的检修口留在六楼,所以当天就到徐先生家进行检查,现在他们愿意恢复墙面,并对卫生间进行清洗消毒。 小过头之后,打个比如说,徐先生,你今天如果对那个就是,那个鱼缸里面,你说还有得预留什么东西啊,你可以不满意,咱们可以坐下来带他。 第二个呢,那当然了,他当然是受害者,他心里,我们也是受害者。 你打开了之后,你没有经过专业的,专业的去工作人员去处理之后,直接没有泄压,直接就开口了之后,粪水碰到我那样,整个卫生间都在。 这个当时那个照片我们都带,当时有个桶在,接了你下面。 哪里有接,哪里有接,你到,你去,你拍照片是接的是上面,上面,而且接的时候是,基本上80%全部在碰在浴缸里面。 那么公司方面,包括我上次也跟他讲了,你可以拿着福利,我去其自无畏,这个没关系,如果发言判我们赔多少,这个毫无冤业的。 最后经过协商,张经理表示,会再向公司申请,争取给徐先生一定的补偿。 1818黄青眼记住报道。